大家好,我们把这个学过的垂柳,还有一些人物,我们都给它组合小品 大协议小品 先画柳树 一般画山水小品,一般都是先画柳树 先把柳树勾出来 这个画的是垂柳 垂柳 往上走 开始分叉 开始分叉 这个柳树先画到这儿,然后继续 小一点的有树 有小一点的,有大一点的,这样的树密啊,都注意点 这边来一个 让它的姿态呢,稍微有点变化 用中缝勾,行笔的稍微提按 这边一个,好,这边一个 然后这边再来一颗 这时候的笔啊,水分就少了,然后就开始分叉,然后 并且有非白,这个时候效果非常好 这个时候效果非常好 春擦呢,都可以需要用它 掌握了它的这个 好,然后呢,我们把柳树叶 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柳树叶,垂柳树叶给它画一下 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柳树叶 大柳树叶 大柳树叶 挑出来 挑出来 挑出来,绿色 这黄的用得好快啊 再挤点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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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颜色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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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水也要多 看你用多少 多一点黄颜色 加淡沫 一定要加淡沫 水 水多 好,我们开始 把它这个 注意哈,垂柳 垂柳,你看它是 要用大笔去写它 去写它 去写它 要让它把它感觉给垂柳 这是大血液 大血液 空着它这个什么 空着它这个 柳树盖 没有了,再来点 所以说你调颜色 所以说你调颜色的时候呢 侧风啊,侧风 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 墨加多一点 黄了多啊 花青少,然后墨多 墨相对来说是多啊 你看我开始 在里面去 再去来点 墨 墨 有些要用笔头 有时候要用笔肚 笔头 笔肚 对哦 注意它要有 你看我这边开始 笔头 让它有层次啊 让它写出来有层次感 有层次感 这是垂柳 这是吹柳 再来